陈立仁 63岁 离异 现住职 土门市 月收入3000元 住房面积92平米 我就是今天给咱那个乡情的弘扬 然后叫我小李就行 这个是 我们今天咱们拍节目 那么早就住就住就住 陈叔啊 今年63岁了 平常啊 没什么事啊 就会到社区唱唱歌 跳跳舞 退休后的业余爱好啊 可以说是非常广泛 陈叔之前做过蔬菜副食品公司的 零售经理 后来啊 公司企业转名营后 又当了业务科的科长 虽然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 但一直没时间去做 直到退休后啊 陈叔才全心全意的 把精力都投入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中 舞跳完了 陈叔去换了衣服 没想到啊 换完衣服的陈叔啊 这前后反差啊 有点大呀 这 这也太白了 这也太白了 就写这么白色啊 每天都穿 每天都这样 每天都这样 还有风衣 还有个泥子的 还哪天穿泥子的 妈呀 风衣 羽肉服 泥子的全是白色的啊 对 全是白色的啊 我就是上一套一套 没有四五套 四五套 都是白色的啊 带西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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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纯淑这一身打扮 年轻人都不敢这么穿啊 简直是太酷了 陈叔说啊 平常就爱穿干净颜色 衣柜里啊 也差不多都是白色的衣服 我那婴正乳到了岩边 还到岩边就没什么 从老家这眼儿呢 没喝口 我现在来了四十多年 我这四十多年 所以岩边朝鲜的生活习惯 生活语言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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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语 正常语 你不能文字 你歌词唱 唱不下来 那我这包要弄哪 那包吗 歌词我拿 你看 在岩边生活了四十多年 陈叔已经完全适应了 这边的生活习惯和语言 可爱的陈叔说着说着 为了证明自己 已经完全融入了这边的风俗 竟然现场唱起了一首朝鲜族名歌 《阿里郎》 陈叔这一动啊 就控制不住自己这激动的内心了 虽然在社区已经跳过舞了 但陈叔叔没跳够 而且集体舞蹈根本体现不出自己的优势 于是他跟红娘说 只要你随便放个群啊 我就能给你舞出来 好 这边的风俗 那边的风俗 那边的风俗 还是要多久 那边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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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那边的风俗